好 下一套是超負的世界初戀 這套擺明是DL 我覺得這個比上櫃好 我覺得真的好看比上櫃 繼續是小野自尊 然後是語料和說明 三批人 中間有一套班外編是講誰的 講的是社長的有一集 不過那個社長比較短 我覺得社長比較短 他證明了為什麼公司的BL風氣這麼盛 上有號者就下有十年 我剛才女職員都很擔心 他們這麼加快也嫁不到 不是 他有個女職員嫁老的 後來結婚了 這麼神奇 然後供我BL的房子 不過你是覺得最奇怪的 居然一個少女漫畫的編輯部 居然整個編輯部都是 你錯了 上到老闆下到月公都是那一集 什麼那一集 說回這集 其實我自己覺得真的好看過上一季 其實第一季都好看 但這一季我就覺得更加好看 因為當然他主線都是主要說小野智和高野這一群 但他這一季都說得比較多些 講成這一群 但他又不會說很悶 因為他發展多些 對 他的發展空間又多些 你會覺得看小野智 其實他開頭經常拒絕高野 他經常不承認自己喜歡他 又有個第三者 第三者 他整個都是這樣 他今季就說第三者就表白 表明 因為你小野智一直都很含糊 很蒙糊 對高野 其實高野是知道小野智是喜歡他 但只不過小野智死都不敢說 但他做的事就做完了 要做的事就做了 打口死都不敢說 這幾次 那變成環澤第三者就看不慣 當然也有些推動他 推動小野智 間接推動他 變成了後期當然小野智不承認 都承認 都承認 兩個都已經在一起 高野一向都很表態 一向都跟小野智已經很表態 人家一條心到底喜歡你 就算有未婚妻出現 都沒有用 未婚妻好 其實上一季我們的救病 就是他沒有說到他當年未婚妻那件事 他出了 出了 即是以前發生過的事 他未婚妻那件事 是有助他說他以前發生過什麼事 對 他以前為什麼會 不會 因為兩個分開了 分開了 為何後期 就算分開了都會這麼不開心 大家 到後期當然這件事都解決了 未婚妻都 其實是不是都知道他跟高野 其實我覺得未婚妻那件事是未完 應該都感覺到我未完 我覺得未完 他就說脫了他媽媽那邊 但是應該未吃心的 他就未知道 原來 原來忠情這個學長 其實我那天看一看 我在想 什麼時候會有一幕 是拍攝 撞破了 未婚妻看著他們兩個 開房門 不要開房 三角關係 我想知道她有什麼反應 我覺得反應 你輸了 因為橫澤公是退了場 橫澤公是退了場 但第三位可能就是 他退了場 但他還未放棄 當然 他還未放棄的意思 只不過是 如果小野志 萬一又跟高野分開的時候 他才會搶高野 等你一萬年 等你分手 但漫畫 你們有沒有看過漫畫呢 沒有 其實我也挺有興趣 因為我自己沒有看漫畫 漫畫裡面 我想知道 都會有說高野和橫澤 那時候 大學時代 大學編的事 因為我想到很壞 那是哪一段 動畫 動畫有樓尾 你看到最後 是高野志 高野正宗的場合 小野志 小野志是他的初戀 但不是他第一個喜歡的人 不是他第一個交往的人 剛剛相反 那時候是小野志很主動 很坦術 然後那時候 不頂不掉 反而高野不頂不 他這樣算是中學圖書館 跟小野志交往之前 已經有另一個男人 不知道 不是他大學識的 橫澤 不是他跟小野志 應該他 不是他自己都說 他的男女關係 其實都不太好 因為他家父母離婚 他那次小野志是第一次跟男人交往 對 小野志是第一次 但高野志是不止的 對 之前可能有同男同女 沒有同男 應該是成熟一點的女性交往 可能有班上的人表白 他交往自線 反正都沒有所謂 他說他有嘗試過喜歡人 但也不失敗 因為他就是看見他的父母 反而他就因為小野志的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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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候 是 其實他在這兩季都不是說說太多的事 只是說清楚他們兩個要分手的誤會 雖然他說有個未婚妻才會讓他們分手 但我想還有一些原因 未婚妻不是讓他們分手 他說他問他你究竟喜不喜歡我 然後高野就哼了 他以為高野不喜歡他 他先走了去外國 後期他自己打探一下 小野智原來有個未婚妻 那時候傷得重心 他以小野智原來的名字 他當時是姓的 跡田 是假的 所以是否一直都找不到 他不是調查他 是認識他以前的朋友 他問他的朋友他在哪 但因為他的姓是假的 所以一直都找不到 誰知道原來是小野智 小野智 或跡田 這一批 其實今季來說 他也算原滿的 始終到最後都說他們一起回 還留有首尾 所以不要太輕鬆 還未完全一起 他還在喬緊 都還是有一點點 人家旁邊的主婦都看到他們 都已經知道什麼事了 我真的不明白 你問一下為什麼你們兩個人 你和她的房間出來 我沒事的 衣衫爛樓 沒有衣衫爛樓 我鬆了幾個樓 鬆了幾個樓 講完這批 就講另外一批 三個兩個批 你要的中村 中村 中村編 為什麼要中村編 中村編只是講了頭幾集 都是講得少 雖然說他們的故事好像是完結了 因為第三者阿休 都被人拒絕了 都有表白 和阿佐藤 不是 阿千秋 抱歉 和阿千秋表白 但後來阿千秋拒絕了阿休 當然 我又覺得他這個 這個來說 這一批來說 算是 穩定的 對 都算穩定 其實你也猜到 他一定和阿休 不會有發展 阿千秋 他需要休 只是需要他慢慢的 工作 不是感情上的蔡蘭 工作上需要他拍檔 很好好的朋友 還有工作上的拍檔 所以我又覺得很合理 這一批 他最初好像說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歡語尿 後來就想一下 原來我不是語尿 不行的 才感覺到 因為他是很遲鈍的 那些 不到最後一刻 都不知道自己原來 語尿在心目中那麼重要 那些 三批都是 做首歌都很遲鈍 真的 為什麼 這批 我想第二季 會不會都有話說 今天主要不是他們幾個 所以我覺得笑是很正常一點 其實最沒有發展的 應該就是領最後一批 說明王篇 穆祖長泰 其實沒什麼好說的 說明王篇 都是一見鍾情 幾適合談 然後一起了 繼續維持 是一個喜歡別人的樣子 對 他們的問題就是 阿王 不是穆祖 阿長泰 沒有信心 自己沒什麼信心 還有不夠坦率 對 不夠坦率 其實他只要把自己心裡 說的東西 說出來 其實已經搞定心 對 還有你一邊說明王 這個人太神了 太完美了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說明王 的場合 說回他的事 怎麼會說回他的故事 因為他這個太好 就比較麻煩 你找不到他 哪有這麼好的人 這個世界 為什麼長泰會擔心 不是說沒原因 正常的 尤其你身邊的一個 什麼又說什麼離婚 又有什麼 又見得太少 不是 他說他自己沒有安全感 是啊 因為他編輯這份工作 又不是有什麼證書 又不是有什麼工作經驗 如果你萬一被人解僱了 又有什麼事 沒有保障 是啊 如果有個人 在家裡等你 讓你 可能會 嘩 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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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覺得這一拼 其實都很甜蜜 我自己看 我自己都很喜歡 很甜蜜 我不是覺得很甜蜜 因為 長泰經常都不太願意 那樣 總是覺得 忍著忍著 被迫 但他明明他心裡很想 但他總是覺得 不在乎 我想他真的缺乏自信 當年後期 後來 化解了 誤會 還要同居 後來一起 我想應該會 令他們的感情更加好 坦白了 好了很多 這個應該結束了 結束了 反而 第三季會不會 講講其他角色 片出部有兩個人 沒有說的 六川 原來最想看 最想看另外的兩隊 兩隊 那兩個角色 他編輯部還有兩個 編輯部還有兩個 編輯部還有發行部 發行部 發行部有老闆 有古都那邊 他好像 阿邱那邊 我說阿邱那個角色 好像說漫畫都會有 可能都會有說他的 或者 他這個角色 這些都是OVA寶原 或者那類 那類 就是漫畫的 我想 因為你始終 其實可以說 這三對 其實都可以說 結局 或者故事 其實都已經算是很圓滿 所以我想都會說 他們其他角色 如果他要說 都可以搞一堆東西出來 可能阿祥太那邊 又有他以前的男朋友 跟他 那很悶 有次 其實阿祥太和他交換部 我覺得見好 就收 好一點 反而你說說一下其他角色 好像是頂版的 那個社長 對 社長那邊 又說一下 其實他那邊有點怪怪的 沒有啦 無緣無故插一集 我都覺得很怪 好像是 是否特地來間場 其實頂版 不是應該是 純情那邊的人 對 純情那邊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社長和他們三個角色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而且說到以前的事 不算太新的 所以基本上 和劇情是另交代 哦 那倒是 OK 其實這集 應該說是這一套 這一套 我也想說一下 他的歌 O.P.E.D. 跟上尾差不多 其實跟上尾差不多 只不過 上尾E.D.好聽一點 我反而覺得 但他那個 怎麼說 那個畫面 就是我想那個鋪排 可以這麼說 稍微 烈化了 你覺得烈化 O.P.是烈化 但是結尾 ist好了 是啊 你看到O.P.有個長時間 都是白兔子在跳去跳去跳去 還要多時間 幾好 不是他套套也是這樣 是不是 這是吉祥套 真的 但看男人跟男人一起好 不是吧 你不要把白兔子拖去跳時間 他覺得很可愛 好可愛 今季來說,這套我都很喜歡其中一套的動畫 因為我覺得太少看到BL的動畫 夏季好像沒有 比較出色 因為我覺得這套比《純情浪漫士》更好看 即是你不尷尬這套又是負責的 其實這套在心裡很容易 其實這幾季是最好的幾套 我也希望有多一點這些類型的動畫 雖然你遇到他會剪掉的 有些部分 沒關係,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你知道什麼事就可以了 一堆狀言 看也不會只看這些 你就算看也 你是不是當他男角又女角 又可以 又可以 這套來說也差不多 有否補充 我們可以補充 有保訊 不要補充 我們可以補充 阿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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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淘